3月17日周日我们做一个本周A股的周评 本周走的是跌宕起伏 但是最后是收阳线的 那么来讲从周K线上看 收出了5颗阳线 只不过这种阳线的实体有点逐渐的减少 但是数据出现了很大的改善 上一周是下跌的个股是绝大多数 本周是4000多只个股上涨的 而且周五这个上涨 带有一定的消息的推动型的 那么这种消息的持续应该还是在发酵 所以说下周的市场 我们现在总的观点是 短线是暂时是谨慎的看着 但是注意周五的阳线 如果那个周五的阳线再想象一下吞噬掉了 或者跟热点不做一个很完美的切换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一点 所以说明天观察的重点就是说 热点能不能换一换 如果要是说还是像前期这样的热点 不断地往前推进的话 那样高度应该是有限的 主流行业要必须动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配线 以及各个行业板块的情况 先来看一看数据 你看这个数据是这样 你看四周以来 从2月8号呢 就一二三四五 五周呢基本上都是上涨的 尤其是上涨指数这一块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上一周呢 创业板指 创业板指也代表了一些生成指 还有这个科创板 他们是下跌 而且上周呢 上涨的个股仅1828指 下跌的个股却达到3000多指 这四周以来呢 是三周上涨的加速是绝大多数的 本周呢数据还是相当不错 虽然黑线走的一般 但是大家要注意你看啊 这个从这个涨幅超过10%的数量 你看这个是2000多指 这个是1000多指 然后呢第二周是最好的 然后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五周呢 有一定明显的改善 所以说这地方 如果要是加速的话呢 一定有一个板块的切换啊 具体看一看 可以线啊 周五是在这个地方直接拉的 实际上午呢 一定有点这个 起稳的迹象 就在这个位置啊 午后呢 在大资金进场的情况下 主要是对这个三点钟 这个消息的预期 导致了这样的快速上涨 但是什么中正500呀 中正2000呢 都出现了大资金快速的拉升啊 快速的进场 五周线 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五周 大家注意 这个五周呢 阳线实体是逐渐减小的 本周的这个K线呢 也不是以最高价收盘的 大家注意这个细节 你看 周一是最高创了一个3075 然后呢 三连银之后 周五收了阳 小阳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下啊 大家看 看看这是三十分钟走势图 三十分钟走势图 你看 上涨之后回落 重新出头 重新出头呢 这个动作呢 重新出头这个动作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说 这个力度呢 成交量是没有有效配合的 所以说这种走势应该确定 假如说 周一开始迅速上攻 并且把前期高点挑下 至少是得站到这个的上方 那么呢 这个再重拾升势呢 这种走势就基本确定了 如果板块不轮动 近期的就是说 这些热门板块 不是说继续向上攻击 而是选起来向下 那么指数再往这 这一走 又形成了小的下跌结构 所以说我们短线上呢 是暂时的看多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创业板 创业板呢 本周收出了较大的阳线 如果从周K线上看呢 还是不错的 看这样的K线组合 是吧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周涨幅达到了四个多点 这也算 基本算大阳线 但是你在日线上看 日线上看就有一定的瑕疵 本周他的涨幅呢 集中在周一 周一呢 在宁王的带动下 创业指数出现了大奖 然后呢 周二有一个灌系上通 他有个两天的回落 并且呢 周五这个阳线 并没有把周四这个阴线 完全的给修复啊 从小周期上看 这个地方整 就回落之后 一个反弹之后 这地方好像整理 似乎有点没结束 所以说从短线上看啊 这个创业版 代表了一些小盘的 绝大多数个股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走势呢 多少有一些不确定性 如果冲 回车 再走 这样的概率 好像还是偏大的 综合看呢 观点就是这样 需要板块 轮动取来 你比如说 券商 必须往上涨一涨 主流的这些行业 它能够跟上啊 前期调整的板块呢 它有一个 轮动的一个过程啊 你总是像前期 什么像通讯 这样的板块呢 在持续的往上攻呢 恐怕连续攻击几天之后呢 这个地方 就要走势就要犹豫一些 还是要其他的板块 往上攻一攻 这样来讲呢 能够收出几颗 比较像样的阳线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进一步的行情呢 就会进一步的活跃啊 上涨五周之后啊 我们期待着 下一周呢 进行重新 重拾声势的这种走势 但是要注意啊 其他的前期的 强势的品种的 回落的这种可能 好了 我们具体呢 明天早上 还在做一个广告分析 谢谢大家